星期二晚的啤梨晚報 這兩天啤梨就要搬屋 樓下就搬上樓上 本身6時就可以開始 但我怕大家不習慣 所以就等多五分鐘 身形如果只看背面 你都可能會認賽啤梨 或者只看高度 都會 白型都差不多 不過他就會戴口罩 啤梨即是你知道 即是咳到好勁都不戴口罩 就是白型 明天本身是發生甚麼事 昨天星期一 做了最棒分析 看到啤梨打鼻 我心臨做完節目 他才打給他 阿正 你今晚找了阿東 當然是 因為四海的全部沒有空 明天後日我便搬屋 明天後日你找人 星期三我找了四海哥 四海就OK 四海跟我說 阿康正星期三的時候 我後來回答風水號 他就說風水號 上次反應非常之好 各位網友都很喜歡風水號 四海哥 難道我說不好嗎 當然就歡迎 今天 臨時臨急 星期一我打算找他誰 不如這樣 我記得前陣子我們見面 你問我何時又找我 他上來 我便想起 不如這樣 又不要找平時 史提一行 他那些 白型上次問我 何時又再上來 那就立即找白型 本來都有 上一次意猶未盡 跟我們談到 意猶未盡 但上一次跟今次的形式有些不同 但這個形式又跟回啤梨晚報 多數 嗯 那我屌你老母 臭罰是真的 你找個地方給我看 哪個地方那些肺炎死者 不是以長者為大多數 難道10歲以下的小朋友是多數嗎 15歲的少年是多數嗎 其實這個是 硬震說了最棒的分析 啤梨晚報 白影就繼續在這裡 白影剛才… 等一下我又要去洗頭做 是 沒有可樂 本來有一罐的 我不知道原來昨天 因為剛才有讀者留言 有沒有準備可樂給我的 是 我本來有一罐的 頂你的肺炎可樂 怎知道昨天阿東怎麼做 可樂 底褲也是可樂 底褲是騷擾出來看看 你底褲三角褐咪通 平腳褲 平腳褲就不怕騷擾了 連底褲也可樂 好東西你可以做這個 殷山和他揮人 可以喝多少罐的可樂 我現在少了可樂 我喝少了 你們想說什麼 不是 因為我昨晚聽到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 是 這個科興的疫苗 現在一至兩罐 我幾天就沒有回來 一看雪櫃什麼飲料都沒有了 只剩下一包菊花茶和一瓶水 為什麼突然沒有飲料 如果啤梨在這裡 他就呼籲說 如果大家上來不用買東西 買一些飲料 你下次叫我上來 你不準備可樂 我不能上去 下一個就準備些單一曲 料理 就買一曲 單一曲不算是可樂 好 我們今次說什麼 這一節會說什麼 先說一件事 今早